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竟然要直接喊高喊下架民党 难道他们不担心气宝 难道不担心这个后座率对他们来讲 有重大的一个冲击吗 就我们刚刚讲的 本来只有副议长跳出来 副议长迷火执张带着里长 参加高宏安的这个竞选造势晚会 这已经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结果一直保持暧昧态度的议长 居然昨天跟副议长连媚地接受了访问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恍然大悟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这样的生气 就恍然大悟说 为什么他要集结起来 为什么他们要不顾一切的 要跟民进党对干 而且他们很清楚的 他们要对干的对象 不是只有的民主 那个临世间 不是只有省慧 他们真正的对象 根本就是科建民 又要这么讲 他说举佛议会讲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 要团结所有的在意党 一定要下架民党 原来这八年以来 他受够了窝囊器 他说他是全台湾最闹的议长 我完全对整个市政府 我没有任何制衡的能力 我没有任何这个所谓的 讲话监督的能力 连我去调查站 我去检举人家说 你不要来羞害 甚至他们等于说 今天在要求补助款的时候 在新竹有非常明显的大罪汗 也就是你今天是绿军的 你要什么有什么 连里长都这样 但是如果你是来营的话 你要什么没什么 你要任何的补助 都如登天之难 这你就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那天可以号召这么多里长 为什么这么多的里长都会反派 你就代表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 蓝绿大对决了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 蓝运队大方首预的 财经专家黄州 宋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 东照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被铁人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深被铁人黄远翰 我这个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的声誉者李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时日评论人张雨萱 大家好 市长 我在看这场选举的时候 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 新竹不是一个弹丸之地 它其实不是一个大的县市 它也不在六都之内 怎么会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变成重中之重 第一个是 民进党请全党之力 一定要拿下新竹 另外就是 今天在一党居然集结起来 过去在讲气宝 都是偷偷摸摸的 这一次居然是明火之杖 先是副议长 现在许修瑞也站出来 一块接受访问 结果我看了许修瑞 接受访问的内容 我恍然大悟了 原来新竹市非有极敌的气氛 这么明显 原来这边党派之间的奋气 这么明显 原来这里所有的补助 所有的资源 都是看颜色的 没错 为什么这一次的 新竹市的副议长余邦彦 还有议长许修瑞 已经是公开的出来挺 高宏安的这个局面 要操作气宝 为什么这样 因为第一个 他们说出了真正 他们心里面的恐惧 因为这一次 如果还是绿云继续执政的话 他们非常担心 他们可能从此在新竹市 会被一路压到底 你说无力足之地 对 为什么 你看许修瑞说 他说他是被市政府 苛刻的议长 你看他居然这样讲 那尤其是他说了 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 在新竹市 分配资源要看颜色 新竹的这个 包括里长 新竹的议员 可以拿到补助 我们两三万都拿不到 再来就说 检调要来办这个 他说我去检取很多弊案 检调到目前为止 都不敢正办 所以你看 整个资源分配 没有我的权 而且他说调查员 你跟他讲 不要太嗨 对 好 那要调查都没有调查 所以他说他被苛刻嘛 对 非常委屈 所以如果再一次 还是绿荫基地執政的话 在四年之后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当然会觉得 更是被压下去 所以这苦气呢 他们现在需要一个宣泄点 那这个宣泄点呢 原本呢 他们还可以寄往林根人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 口径一致了 因为林根 他们两个都认为 是林根人中了 柯建明的计码 他变成是绿荫的侧义嘛 那既然你是绿荫的侧义 那我们要下架民进党的时候呢 那于是呢 这个要挺谁 其实他们两个说法 都已经趋向是 一致的这个局面 而且我觉得 许修瑞今天受访问的时候 他用一个对比的名字 我觉得非常有趣 他说 许修瑞讲 当时有跟了一个人讲 一定要沉得住气 怎么样沉得住气 他说你要变成 蓝营共主 对的 他说搞了半天 你林根人 不但不能变成蓝营共主 对 你还变成了绿营侧义 对 所以这就是绿营侧义的时候 那就没什么好讲的 那特别是 许修瑞他讲到他说什么 他说林志坚不断的操作 蓝绿之间的仇恨值 让新竹变成是非我吉平 所以你知道 包括绿营的小里长 还有议员 就可以拿到补助 但是呢 他说我要拿到 小城工程馆的补助 还有社团的补助 连2万块 3万块的补助 都要林志坚同意 他说这完全都没有这样发生过 所以也就是说 他认为说林志坚 不但把我的这个权利 我要争取资源的权利抹杀掉 我们要提案很多 都奸选完全抹杀掉 等于是把他废除武功 他就指责说林志坚 就是独裁阿靶的市场 所以他才要 这一次呢 他没有这口气 没有活过来之后 你看他再被压4年 你觉得他 这个地方上面的人士 尤其是蓝营的人士 能够忍得住这口气吗 不是他讲 更夸张是 你今天不是议员 他说里长也是 蓝营的里长 跟绿营的里长 待遇完全不同 那我就会讲 其实里长是最继承 其实里长是朗朗后 里长基本上 我一般看到里长 没有这么明显的党派之争 蓝绿之别 结果 你如果说这么多的里长 要站出来是过去没有的 搞了半天 里长也分蓝绿 对 所以为什么地方 上面的里长 这次这么多人 出来表态的意义 原来就是这个地方 那除了这个之外 许修会还说了一件事 他说我们 因为很多人都质疑说 你新竹的工程 譬如说新竹棒球场 原本3.5亿 暴增到12亿 那你新竹是因为 有没有监督 他就出来说 我们当然有监督 一开始的预算 我们绝对都是紧盯住 但是他说因为 后来中央给的预算 特别预算非常多 包括说有前瞻计划 还有特别的补助款 那些我们根本 完全挡不住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变成说 好我们要挡 如果挡的话 人家就说 你们不支持 这个地方的建设 那不挡的话 那我们又没办法监督 所以变成说 你看为什么会从 3.5亿暴增到12亿 那官补国小的话 从约末是从 约末2.2亿 暴增到11.24亿 他们说我们也只能够 看着这些发生 但是我们是 爱莫能助的一个状况 说这样看起来 新竹市的建设就像什么 就像变形丑 一开始还规规矩矩 照着正常的来进行 结果开始 它就会变化 开始长大 然后呢 中央有一只 你看不见的手 伸进来 地方议会 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他举这个 新竹棒球场的例子来说 他说我们原本给他3.5亿 那后来慢慢修慢慢修 结果去争取 一直追加 追加的话 他说这个不是我们给的 追加到12亿 那都不是我们 这个议会给他的 那所以呢 我们很认真啊 他们一直都不让我们看 那等到开幕前两个礼拜 我们就赶快组团去看 结果不看还好 一看就看到了 约莫是29个重大的缺失啊 那当初是问他说 要挡 如果说我们 我们不要建这个怎么办 他说没办法 这个蔡英文总统要来 很多高官都要来 你能够挡吗 这样子你能够挡吗 挡都挡不住 所以说新竹棒球场 花了12亿 花了12亿之后 新竹的议员竟然不知道 也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我也不能进去看 一直到开幕前两个礼拜 新竹的议员才主团进去 主团进去了以后 发现有29个重大缺失 还有100多个细微的缺失 结果当时跟新竹市政府长 新竹说 不错了 我要开幕 开幕当时 总统要来 立法院副院长要来 你敢不敢动 不敢动 不敢动 就出事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他是满腹委屈嘛 除了这个之外 他说好 我这天我就看完他的访问真的满腹委屈 对 那好 出现弊端 他说OK 那我们就去查嘛 他就说 结果没想到 他去检举的时候 他说包括调查站什么 组长啊 主任说 别把我拉了啦 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呢 不太能够去伸手 去管这个案子 不敢动 然后他还另外讲到一个 他说虽然有监督权 但是其实呢 说议会其实是没有调查权的 要检掉 那他们去 之前还调查了一个案子 叫做什么 新竹300的这个博览会 他们去举证这个新竹市战 这个地方的一个 他们去检举 就被他新竹市战的这个 这个主任呢 他来了之后 来了三个月 全部都被调走 也就是说 不知道为什么 来了之后要调查 马上就被调走了 所以就知道 其实这里面 他就认为说 其实的国家机器呢 似乎是还有人在幕后 操控这一切 新竹市战的主任 只来了三个月就被调走 原来他是想查案子 你敢查 对 就走人 所以你看他讲了 许修瑞讲的地方上面的 这个所谓包括说 他们拿不到补助款 或说他们那个检掉的 他们也无能为力 实际上这是目前为止来说 地方要全力集结起来 大反扑 特别是他们对 像是柯建明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好董事长 刚刚讲的 这次看到了 许修瑞议长 一直讲说 是操作这一波的主要人物 之前也传说一篇文章 后来他没有承认 可是他现在跟副议长 在接受访问之后 共同讲说 我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下架民进党 为什么要下架民进党 原来 你现在党派之间 分得非常明显 你这个等于说 你在预算分配的时候 大小和差这么多 他是全世界 最闹的议长 王八好作 气男癌 再讲一遍 王八好作 气男癌 对呀 这口气怎么吃得下来 这个窝囊 有没有窝囊 这个样子 他的两万三万补助款 还有市长同意 你不要把他拜托 议长混个屁 对不对 混讲 议长选举 是经过两轮选举 他先当选议员 对 再要议会同事支援他 选举是要有投资报酬率的 你不要开什么玩笑 选举不是坐在那边 天上就是当选的 他这个四年的议长怎么干 这种干法 他不是早就跳楼 跳票跳楼去了吗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除了生气以外 还有生计的问题 生气跟生计 两个都发生问题 活不下来嘛 又这么严重吗 当然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要知道 新竹非常特殊 他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有柯建民在 但柯建民是不是真正的核心 不是核心 柯建民是真正是帮林志坚办事的人 因为真正操盘所是林志坚 为什么 因为总统很喜欢林志坚 总统很欣赏林志坚 总统喜欢林志坚 当然是啊 所以要我忙给十块 总统这个样子就看起来都很喜欢 你也喜欢他我也会喜欢他 那样油头粉面长得很帅 就看柯建民那个胡子 这个每一个人都选林志坚 好 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大部分的追加预算 都是中央补助款 那好 我拿中央补助款 跟你地方鸟事啊 这 我聊你议员干什么 不鸟了 我当然不聊你 我给中央补助款 不用你同意 再啰嗦 我告诉你哦 我发包方式改成中央直接发包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在那边味道 皮香就皮不 我会对你客气啦 林志坚当然跟他阿爸 当然欺负他嘛 对 这个很简单 跟阿后楼队 跟阿后楼队 这个跑不掉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还有林志坚是搞什么 林志坚能够中央直接拿到钱 这个叫做什么 弄权 然后要特权 你看他就搞那个学籍的问题 他就玩特权 所以弄权跟特权 是林志坚的两大本事 他在这个本事的当中呢 他然后司法 司法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司法当然没有问题啊 忘记了 小弟是四天收到船票 他把你议长算好啦 他已经算对你客气了 他没有把你去送法办 你就偷笑啦 像我是被他去告去法院 告到地检署的 然后四天收船票 破全国纪录 那这种司法 在配合监事长干 你这个议长怎么干啊 议员怎么干啊 议员吓都吓死了嘛 对不对 议员议长还有一些 其他的part time兼猜 通通都没得混头了嘛 所以你要知道 林志坚抓到 抓到所有的一切东西 抓到所有一切的预算 工程发包权 然后工程发包的方式 全部改成用所谓的 用审查标 什么叫审查标 就是不要比价格 对 是这样吗 当然我们现在去 叫议长公布一个 最简单的事情 把他新竹的工程预算 上网都可以查到 你看他脱标率 跟他的得标金额 跟底价的百分比 我跟你保证都九成以上 溢价的嘛 而且厂商的重叠性 大部分都他们家自己人在干的嘛 这个可是合不合法 我跟你讲 百分之一百合法 程序完全没有问题 另外就是 许秋瑞跟余宝燕 对林根人最不满意的也是 你怎么会中老柯的气 他讲的就是说 你本来是要你当蓝营共主的 你搞成绿营侧业 你搞绿营侧业就是 你完全被柯建民玩弄在鼓掌之间 你不要看到柯建民多离谱 那个时候 你知道那个林根人现在开始开炮 在爆料高宏安的时候 爆料两三天吧 东西大概隔一个礼拜天 礼拜六 结果你知道老柯怎么讲 怎么讲 老柯说 你们再过两天看看林根人爆你什么料 更严重 他怎么知道林根人爆 他帮林根人预告 他预告林根人下礼拜会爆料 那种没讲 老柯居然跟他变成蓝绿一家亲 帮林根人先做导演玩 对 帮他做唱幕的 唱 爆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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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下礼拜还要爆 这种事情 关系关系 我想这个新竹奇怪 我以为他们关系良好 今才知道 雪海深仇 雪海深仇 搞不下去了吧 这个笨蛋 林根人到底是笨蛋 还是装笨 还是暗和 不知道 因为这个水非常深 好 所以 现在新竹 这是全台湾最紧张的一个区域里面吗 现在居然 到最后 还发生这种板块大挪异的状况 把这个你有没有看夜问里面 那个洪师傅讲说 为了生活我可以忍 物如武术 我就是不行 阿仁憨厚 他们两个都可以忍 但是被利用到整个北台湾 全部都要倒的话 没有办法了 所以昨天晚上 你看到 因为 余邦彦已经 我们昨天跟大家看了 他的那个信 讲得非常清楚了 你们可以骂我背骨 怎么样都没关系 我只有一个目的 下架民进党 然后呢 那个议长的信 大家都有看到 国民党也发了 这个澄清 你不用澄清了 我也不跟你谈那个信 但是我今天坐在这边 他告诉这个直播主 历史哥讲说 我跟副议长 一样都是要 下架民进党 那为什么这样呢 简单讲 其实余邦彦彦 你还是比较重视新竹一点 阿修议长 他看的已经不是新竹了吧 杰克 他看的已经 刚刚董事长讲的 整个北台湾啊 你新竹 我再讲一次 阿仁憨厚 我们都可以停嘛 我一长副议长 我都停了 我都停了你半年了 对不对 但是你被 柯建民利用 而且你被利用之后 来吧 这个我就讲 还劝不听 他们两个是有劝他的哦 你可以了 不要了 但他一直直直打下去 连打了一个礼拜 所以他们就决定说 你哪样 我不知道 为什么 他们看的不是只有新竹的输赢 而是连桃园 当张善政跟郑彦 两个在厮杀 连台北还有个黄珊珊 可能在下战民进党前景之下 很多 我们现在不要管蓝跟白 就是不喜欢民进党的选民 他会投一个 让民进党能够输的候选人 但是你从新竹一打了破口以后 把这个 这些资料 刚刚董事长讲 我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柯建平都知道 林格林要打什么 对不对 那如果是柯建平自己出来打呢 没有这个效果 因为柯建平 骂高恩刚好 难道柯建平还会称赞高红啊吗 对 因为现在这样 对于 刚刚讲 我没有想到 其实对于陶 新竹这些地方人士 也是深谋远虑 对 因为这场的战争 要定调成什么战争 定调成 民进党跟反民进党的战争 这个战争他们才可能赢 可是你如果是柯建平 柯建平要怎么操作 柯建平要操作 那是一个蓝色跟白色 对抗的一个战争 如果蓝白只要对抗战争 你就没有能力再去跟民进党战争 而林根仁 出了这一首 刚好就出了什么 蓝白对立 蓝白对立 是许修睿 他们无法接受的 蓝白一旦对立 把这跟你刚刚看的这个 所谓的基北陶竹 四个民进党候选 最后结果可能是通通都赢 所以呢 他今天看的不是只有新竹而已 因为新竹一打 我刚刚讲了 柯建平他自己跑出来讲 高欢的一些资料 没有什么用 因为你已经从一路骂他 从这个资厕会什么 都骂他 可是这时候由国民党来骂的时候 就会让高欢的支持者 确实在那段期间 高欢的支持者跟国民党支持者 是对骂的 所以这种状态会延烧到桃园 到台北到基隆 连基隆 他因为基本上两边 基隆虽然民众党没有候选 可是基隆也有民众党 也有柯文哲支持者 他全国部分区票开出来 不是有10%吗 那那个占比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 所以呢 议长跟副议长 在苦劝不停的情况 他们不是没有劝 把这个我有特别去问 因为他有讲 他说 拜托所有想要下降民进党的 北台湾民众 千万不要上这个道 不能中这个地 不能让蓝白仇恨值升高 各自归对谁的获利最得利 我相信所有选民是雪亮的 结果 林跟人居然就做那个处媒 所以其实他们这样子公开的表态 虽然没有 他有讲票投高欢 他没讲 可是他讲说要下降民进党 他们两个这个实质的做法 等于是已经把林跟人丢包了 林跟人是非常残忍的 可是你看到阿修议长 他更想的不是只有新竹 是整个北台湾 如果整个北台湾 蓝白的选民没有团结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他新竹遇到的问题 那新竹遇到什么问题呢 来 我们就跟大家讲 过去的这几年 林志坚在新竹的整个 包含杂这个民调 他都是五星级市长 大家都觉得新竹很棒 可是在新竹的议员 特别议长他感觉不是这样 因为新竹真的 你现在把他扒开来 一看他发现说 新竹有一个非常 其他县市 没有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特色就是 他的工程经费都会调整 原本车站50亿 可以变65亿 再变104亿 然后这个体育场 从1.8亿会变2.3亿 图书馆从9亿变14亿 然后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 一个国小干了6年 连操场都没有的 也可以从8亿变13亿 所以他经费会三直跳 然后七位会一直改 然后这边流标13次 流标8次 然后工期不断的拖 中间就会让地方的人 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我们都想不懂的事情 所以连地方的议长都觉得 我身为议长 我都监督不了这个市长跟市政府 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扒开来 扫扫才会干净 那所以他就希望能够下加民进党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变成是 下加民进党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才讲说 一定要终止这个目前 可能整个北台湾 全部让民进党赢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啦 这次的选举 刚刚讲那个金飞在新竹 现在孙昌院长他也出手 他希望整个正机牌 能够帮助到民进党的选情 所以包含了全国啦 新北啦 云林啦 到处都有像这个捷运 一千两百块 他编了那么多的钱 都要给全国大撒币 正机牌对上地方要清扫 到底最后何以赢 谁能够赢 就开民众的选择 这现在又丢出了一个 案外案出来 案外是什么 现在有人 把所有资料 台湾大学捐款单 台湾大学捐款单 什么东西呢 就是捐款单捐给谁 捐给陈明通 捐给陈明通是什么 捐给四百万 捐给四百万分两笔 各两百万 这两个捐款的时间很有趣 什么时间呢 都是林志坚写论文的前后时间 写论文前后时间以后 捐款人是谁 台大之友 可是今天被踢爆 他是有名有姓的 一个有名有姓的 他讲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nobody 你干嘛要用台大之友 你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时间 捐这两百万 两百万共四百万 而且你是直接捐给陈明通 这中间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吗 是 宝兰哥 所以我先讲 这位陈荣权 他是这个新竹物流相关的人士 那他捐的第一笔金额 时间点多巧妙 他在3月23号 捐这个两百万 给陈明通 那这个时候 因为还没有相关的会计科目 还得紧急的 用特殊的方式 直接去接受 没有会计科目 没有说代表 其实根本没有预期到 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我记得当时 那个是MG149 还是MG多少 特别那个 是你要有个会计项目 才能够捐进去不是吗 对 那他的暗号是什么 他的暗号后来是到4月7号 才成立叫FD105009 所以我们讲 这根本是MG149的台大国发所版本 叫做FD105009 他是到4月的时候 FD105009 这个暗号才出来 结果怎么样 结果在7月26号 马上有播出一笔款项 那这个款项 是唯一一笔 在这个2笔400万当中 被大家记录到的 可是本来很多台大教授 都有一些账户 我本来做研究的时候 外面给我捐款 那不是说大家讲 那些西中平常很正常的事吗 对 但没有错 大家捐款 但是你要有一个名目 跟他是有一个既定 常规性的项目 但他这个是为了这个 怎么讲 陈龙泉为了这件事情 特别捐给陈明通 所以他后来才多出这笔暗号 那他这个项目 甚至还被人爆料说 因为在接获到之后 嫌好像不太好用 因为他的名目 是我要给这个研究计划 所以他特别还去跟这个台大财务长 去沟通协调说 可不可以帮我改一下这个名目 还要改名目 方便使用一下 所以还遭到这样的爆料 所以在最后 11月25号 再捐了第二笔 那隔了没多久 2017年1月 林志坚的论文 也就这样刚好完成了 所以大家说 哇 你这个时间点 怎么会这么穿梭巧合 就在里面 陈明通今天 委托律师发了一个声明函 他说 你这个东西是不实的讯息 他当事人 他讲的 推动系列研究计划 向私人募款 并不是 借由林志坚 先生募款 也没有讯息 影射有其他不正当的 对价关系 所以保险哥 大家看到这个声明稿之后 就说奇怪 这个陈明通 不是先说好 这个不回答 陈教师的问题吗 那现在又发这个声明稿 自己把林志坚 给拖下水 根本就坐贼心虚嘛 因为人家 从头到底是说什么 说这个时间点很靠近 说林志坚 跟这个捐款人认识 没有人说 陈明通 是因为 借由林志坚 来募款啊 那你干嘛 要自己坐贼心虚 把林志坚 给拖到这边 所以大家就会笑说 难道你自己是满脑子 想着选举 所以才坐贼心虚 自己把林志坚 给也点名出来了嘛 而且他就讲 如果你有第三人 罗兹 这个所谓的过程 穿着附会的话 他也威胁要告人了耶 对没有错嘛 所以他现在就想要 这个以送逼近身嘛 让大家没有办法讲话嘛 所以大家其实 只要问你几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跟林志坚这么靠近 再来第二个问题 你收来这个钱 钱到底花到哪里去 有没有按照相关规定 把这个说音组 讲明白 事情就完了嘛 你跑去告网友 要做什么呢 喂 所以这高嘉宇 高嘉宇又闹事了 他居然直接 质询薛瑞源 质询薛瑞源 居然讲 你当时不是讲 这个有钱客吗 有这么二次的钱客 为什么不接发 加上神之鱼吧 我觉得薛瑞源 完全不知所云耶 薛瑞源他 逞了一个大蜂窝 他想要帮程之中 可是他提油救火 前两天我就在我们 节目跟大家讲了 如果追问下去 他真的没办法收尾 然后把这个 今天高嘉宇 问了所有 我想问的问题 我们今天假设薛瑞源 讲的是对的 就是有疫苗钱客 而且能知道 30%的钱 而且卖的东西 可能还不一定 保证能到货 就是要骗 那所以我们把它挡住了 谁挡的 陈时中 所以陈时中为台湾 守住了好几亿员 对不对 那高嘉宇今天就问 好 那既然有这么二次的钱客 第一个他是钱客 第二个他二次 你怎么没有揭发他们 为什么要把他们 移送法办啊 对啊 你就直接跟他讲 这些人是坏人嘛 他说因为他们没有得逞 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嫌疑犯 等一下高嘉宇说等等 他也是台大高 什么叫做没有得逞 没有得逞也有诈欺未遂 有诈欺未遂 这个是每一句都没办法回答 是你自己讲他们来 对 要游说 而且当钱客 而且很可能东西 是不是不OK的 而且就是没给你钱 所以你才有仇恨值 所以他们有那个动作了 有动作 就算最后我们也跟他买 也是未遂嘛 所以诈欺未遂也要处罚 你怎么会 而且他还诈骗了什么 诈骗了工商团体 诈骗了宗教团体 连他们都骗对不对 那就诈欺未遂啊 你为什么不动作呢 那他还跟他讲说 这个是要左手执行才会构成 来 薛热人其实他也是律师 因为他要去念 可是他这件事 他反而没有办法回答了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不只是法律层面 保洁哥 他还包含了整个 在选举上面 你害死诚实忠 因为你今天跟大家讲 工商团体 中央团体 冯公山已经发信了 他直接讲说 你要出来讲清楚 第二个 你今天跟大家讲 认定他是钱客 就表示认定很坏 可是你对于很坏的人 你有没有对他做任何事情 这不合理嘛 九毛毕丁今天也讲了 一个很奇怪的话 他就说呢 我也接到了四五通钱客的电话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钱客 你接到钱客的电话 你又不知道他是不是钱客 保洁哥 我昨天听到上帝跟我讲话 可是我想想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上帝 你到底有没有跟钱客通电话 所以重点来了 他说可是我也没办法追究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跑到国外去了 他说在国外 那我就想到了 有人在国外被通气护照也取消了 谁跟你说在国外 就不能对他这个政治依法 所以两个 陈时中过去的左右手 薛瑞人跟王毕胜 在钱客这件事情上面 最后只剩今天要投票了 突然捅了马蜂窝 其实他应该跟大家讲 就是他想要夸大 或者是说 对不起不要讲夸大了 他想要去 这个强调 陈时中为大家付出就好了 你不用故意去讲说 有多少钱客要做多少事情 要不是陈时中 所以我们通通挡住了 大家就会去追究 因为保险哥 他毕竟不是网红 他是现在的卫福部长 而且他讲那个事情的时间 就是陈时中当部长的时候 所以当陈时中 他一开始也跟记者讲说 这是薛瑞人讲的啦 我不是部长啦 叫大家去问薛瑞人 可不对啊 谁要去问薛瑞人 他讲的就是你当部长的时候啊 所以让陈时中 无法回答记者的问题 所以陈时中才会在这几天 其实你看出来 他都一直上车去扫街 因为记者都在问 都在问 都在问陈时中谁是前客 让他最后这几天 其实选举的这个Penpo 整个都被打乱掉了 董事长 我现在看到薛瑞人 我根本感觉上市 你为了要帮陈时中 你说了一个谎 说了一个谎之后 被人家开始戳戳戳戳戳戳 然后你又不断地用更多的谎 就现在这个谎 我觉得妙了 你圆不了了 下不了台了 而且现在把这个谎戳破了 是谁呢 是他们同党的党员 高家瑜 难看了嘛 对不对 因为我跟人啊 你要知道薛瑞人 他没有经过这种场面 当他看到那个群众场 下面他喊冻涮冻涮 一阵阵的那种 爱热浪飘来的时候 那个头会发烧 头发烧 嘴巴就不受控制 乱讲一通 乱讲一通 就把前客讲出来 胡说八道嘛 对不对 前客乱鬼扯 他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 讲完之后 现在变成你刚刚武汉讲的很对啊 现在变成在逃乱嘛 现在谁在逃乱 现在陈时中在逃乱 在逃啊 逃什么 逃麦克风啊 赌麦了吗 不是 陈时中最不想听到什么 他最不想听到就是疫苗 最不想听到快筛 最不想听到的高端 他说结果 最不想听到是前客 结果 你觉得全妈给捅出来了 不是 他可恶不是想前客 他把陈时中 形容成台湾的英雄 这什么英雄你知道吧 党人踩路啊 这太伟大的英雄啊 这清官不打准啊 清官我自己清嘛 不是 他党人踩路 有杆子 这有英雄作为 结果你薛日元别的不同 哪壶不开提哪壶 提到这壶之后惨了 现在他也不敢面对 然后王碧胜更妙了 王碧胜跟进 还去帮他圆谎 还要把那个前客美化 前客正当化 正当化变成一个话术 这个话术前提兜不了后违 就这两个 不是 我一开始搞不懂事 他的逻辑本来是说 因为我挡人财路 这些前客想要赚佣金 我把你挡掉之后呢 你有很高的仇恨值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 负面的压力 结果呢 讲不下去了 讲到什么 讲到王碧胜讲 这些人是帮我们的人 我不能去告帮我们的人 那我就不懂了 这个前客到底是让你有仇恨值 害你的人 是要赚这种活难财的人 还是要帮你的人 你自己都兜不圆了 所以我刚刚讲了一半嘛 这个部长跟这个市长 两个组组二人 都很笨拙嘛 他没有干过这个事情 他的技术不好 技术不好就想去骗人 一骗就出问题 你看他柯建民 每天骗人都多开心 骗人好像他变成 这个大学问家 大思想家一样 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要多跟柯建民学习 柯建民开班授课 教他们好好骗人 骗人要有技术的 骗人说话没那么简单的 骗人不简单的 骗人脸不红 气不喘 决战九合一 科技开票 看东森 全台22线市千人开票 VR AR 5G 数位技术导路 最关键线市票处 精准 续筑 最深入 下午两点起 黄文华 刘宝洁 吴雨淑 陈寅 带你掌握选战 最关键时刻 11月26号 锁定东森新闻 我本来没有想要谈汪小飞跟大S的事情 可是我看到一件事情 贫穷真的限制我的想象 他说他有一张床 这一张床居然要900多万 什么床要900多万 你知道那张床真的是来头很大 他这张床是汪小飞跟大S他们当年在结婚的时候特地定制的 他们说这个床是可以按照你的脊椎 你睡时候的脊椎 帮你量身打造 所以这张床是那个大S 试了十几个不同品牌床之后 特别选了这个 这个是瑞典皇家品牌 他当年在Bella Vita买这张床的时候 据说就花了600多万 现在这个同一个等级 同一个品牌 这张床现在已经逼近千万 那900多万 900多万 哪有什么床说 我躺在这里 他会按照我的脊椎的规格 来设计一张床 你搞我骗 宝贾哥 那是因为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但事实上你刚刚看他切割的过程里面 还真的是独立桶 看起来很好 老板 他说他是马尾毛做的 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么贵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还蛮厉害 他说 第一个呢 他这个是所谓的马尾毛 马尾一年只弄一次毛 而且所以他是非常 你要把那么多的马尾毛 变成是这张床 你看要等多少年才有办法 第二个 他是把他的毛尾毛收集起来之后 变成是一个圈圈状的 然后会有他的弹性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一年也只剪一次吗 而且你不要说 那好 我剪了毛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叫工人来处理 错 全世界能做出这样床的人 只有八位工 这叫什么大师 这八位大师 只有八个工匠可以做得出来 这八个工匠 而且他们一年只做八十张床 所以换句话说限量版 一年只做八十张床 一年只做八十张床 他们平均一张床的交期 是长达九个月 他光是要弄那个床垫 那些弄成那个 最简单的弄起来的话 都已经要花三百二十小时 更何况他还包括瑞典的松木 马鞍皮 超级羊毛 这些哈布朗朗讲起来 都是钱所堆积起来的 一个舒适感 那你知道像我们这种贫穷人 我们不要说用想象好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 那个床躺下去会有什么感觉 现在有躺过的人告诉你 那个人是谁呢 原来就是代言这张床的 那个男星陈柏林 陈柏林说 这就像是 陷在云朵里的感觉 我叫陷在云朵里 而且这云朵 是用六百万所编织出来的云朵 所以 不是 你用蚂蚁巴 又很了不起吗 因为我们都没用过 所以我不知道听见 用蚂蚁巴睡起来 可以躺在云朵里 你要知道 你一只猫 才能不能一点点尾巴 你要弄成这张床 搞不好成千上万的蚂蚁巴 不容易 所以我要收集 很久很久的蚂蚁巴 才可以弄这么一点点 弄这么一点点 我要花上三百二十个小时 我要九个一辈子的时间 才能坐一张床 你不是一个人在打头门 一个人在打一半 没有 那个蚂蚁巴一年只能弄一次 所以他这所有的蚂蚁巴 这么多蚂蚁 搞不好成千上万的蚂蚁巴 才有办法弄出这样 这个名称要九百万 九百万 对啊 保洁哥 你年薪千万 是的已经没有办法 现在真的是 是人家可以睡上千万的床吗 我如果睡这个 我根本睡不着 你睡不着吗 我跟 吓死了 而且这个影片我就懂了 为啥不得烧 这也是一张非常名贵的床 这个床一烧 烧起来了 这个床你看 他用喷火器 怎么喷 他居然烧不起来 我跟你讲 整件事情怎么样 你知道吗 这才太好笑了 因为呢 汪小飞他说先开地图泡 就说呢 就有点嘲笑 就是说 你们那一张床 意思就是我睡过的床 你那个新的老公还睡 把换个床垫吧 然后呢 大S二话不说 他说我从来跟我老 其实老公没有睡过那一张床 而且马上把这张床 弄到了S Hotel 意思是说 我不要了 结果汪小飞呢 他也要故意展现大气 说你不要 那我也不要 那就烧了吧 不好意思 这张床那一烧 烧不得的 所以人家这个大 品牌大厂非常厉害 所以这张床是做过比较的 这张床放了又开始烧 这张床一样我再点火 它烧不起来 而且经过了好几分钟以后 它已经烧完了 它只有一点点黑色的痕迹 宝杰哥你知道这影片 是谁释放的吗 谁 就是这个品牌啊 就还是对他这个品牌 为什么会在今天突然放出 这个内烧防烧的一个影片 才你也知道大S的事情 对 他就是王小飞啊 王小飞说 把这床烧了吧 他就在网路上马上po出说 不好意思哦 我们这个床店是防火的 所以你说嘛 王小飞有多蠢 连在这种事情上 还被人家品牌大厂笑 你说哎呀 你睡了这个床床 你还不知道这张床 是防烧的 你要把这张床毁了 只能把它切割来 只能把它撕毁掉 没办法用烧的 而且你刚才讲 他不但是蠢啊 而且 我觉得第一个有小气 之前我就一直有个困惑 王小飞不是搞了一个 四千多万的账单 四千多万的账单 可是不对啊 大历史明明 只给你求偿五百万 五百万跟四千万 是很大的差距 那你如果是四千万 我打个折也有 折也有两千万 再打折也有一千万 我干嘛要五百万 今天他里面讲得很清楚哦 其实你只有给我 二十万开笑 重点是吧 你是给小孩子的 那我就很无聊 把那个所有的账单看清楚 那账单看就是原 他给他小孩答应了 一个小孩二十五万 两个小孩五十万 所以我给你要十个月 刚好就是五百万 我给你要五百万 是你给小孩子的费用 结果你把他扯到说 我跟你要钱 所以你就说 我们都说啊 没有用的男人 只剩下一张嘴 汪小飞连这张嘴都没用啊 那个董事长嘴 都比他犀利利害多了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你知道这整件事情 多有趣 他说汪小飞都开地图炮 开地图炮开四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他要意思讲什么 他就说 你说我没付你钱 我哪没付你钱了 你们一家大S一家 全部汪不浪汪 一年的生活费 高达四千万 谁买单 我买单 讲得好像很厉害哦 结果后来 现在马上被大S给爆 爆料什么 不好意思哦 你说你的家用 你上面写的一些东西 不是我写的 是你自己弄 杂造明目的 你说上面家用一百万 那个一百万 是你赔偿我 身心受创的补偿 换句话说 那个一百万 根本就不是家用 第二件事情 刚刚就有五百万 那五百万 其实就是你 宝洁哥你讲的 原来是他积欠了十个月 要给小孩 两个小孩的存款 一个月二十五万 一个月二十五万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五百万 从头到尾 不是给大S的家用 是你承诺要给你小孩的存款 你连养小孩的存款钱 你还有好意思缩嘴 而且现在跳了 不给了 还有那个脸来说 第三件事情 他还说什么 他诬赖大S 说呢 你们都藏小孩啊 不让我们看小孩啊 让我奶奶 让我妈妈怎样没有 私募小孩 想念小孩 大S说 不好意思哦 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 我要独自拥有 小孩的抚养圈 我是共同监护钱 现在呢 我们从来没有阻挠你来看 你要看的话 我们欢迎还来不及 然后你现在 明明是你忙着 他没有这样说啊 但是我帮他解释啊 明明是你忙着 跟你的女朋友 去外面去到处去玩 而不来看小孩 怎么把这个事情 也推到了大S身上 你知道吗 其实哦 这个夫妻哦 长到缘分尽了 到最后 其实把这个话讲出来 都是两败俱伤 只有这个瑞士皇家品牌的床垫 成了最大赢家 好 这 是哦 我刚刚看到 这张床 诶 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这些床上要一千万 还有这么贵 真的躺在上面 像云端一样吗 还有王小飞 你不是讲 金城四少吗 金城四少不是很有钱吗 有钱 诶 你在那边 今天计较 你的小孩的 每个月的钱 你都不要付 我们刚才不是说 这张床垫是马尾毛吗 马尾毛如果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 拉小提起那个秦宫 就是马尾毛 那个马尾毛 是很贵很贵的东西 所以这个床垫 为什么那么贵 其实因为你有马尾毛 那独立筒那些设备 而且他床垫垫了好多 所以他床垫是马 对 而且你那烧不坏的这个床 你就知道这个床 真的是价值九百万 另外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说 为什么对王小飞来说 其实大S的声明 会让王小飞几乎是 原本其实很多人 一开始他说 他花那么多钱之后 大家还有点同情他 至先多万 但现在 其实情况整个反过来 尤其是王小飞 对小孩子的这个态度 因为大S说 原本我是要让你抚养 抚养权给你 我只要探视权 是你放弃的 好 因为他里面讲到一点 我每个月收到一百万的台币 是作为身心受创的补偿 身心受创 包姐 如果你知道 大S为汪小飞他们家 做多少事 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一笔钱出来之后 其实汪小飞大概是没话可说 那事实上大S 从他们结婚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汪小飞跟他妈妈张岚 要求大S 你每天都要打电话 给这个张岚要请安 所以张岚其实是一个 非常强势的这个婆婆 你都要跟他请安 所以大S每天 什么年代的 每天还要跟婆婆请安 对 然后张岚要小孩 那原本大S就不想要 就是他之前就说 好 我们再等一等 但是其实因为大S年纪 比汪小飞大 所以这个所谓 张岚一直催 催催催 就大S受不了 那大S为他们牺牲最大是什么 我觉得我看得也很心疼 他以前是吃素的 那张岚就觉得说 你生不出小孩 你大概就是因为你吃素的关系 所以因为这样 他吃肉 就要吃肉 叫吃素的吃肉 比叫吃肉的吃素 更痛苦 所以他为了他做这件事 再来就是说 好 他第一胎生的是个女儿 生个女儿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时候张岚就觉得说 你要给我生个儿子 就要给我 再给我生第二胎 就生第二胎的时候 其实当时汪小飞 有在微博上面写 他生第二胎的过程 大概是 因为他说已经高龄产妇 而且他生产的过程 他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 他生产的时候 他说他有两次 一次是中断的呼吸 然后他有急救 做了两次的急救之后 然后还住在家户变盘 生了这个小孩 就他为了他们家 生了这两个小孩 那汪小飞还有脸讲说 大一生命是他救的 我就看了张岚 那个面目之后 我就可以改善 台湾的婆媳关系 在台湾的媳妇看到 有张岚这种婆婆 我婆婆不错啊 老师那张岚在讲这件事 他现在在直播带货 他一边在那边带货 卖他自己的麻溜剂 那边带货 他讲到这件事 一直在那边带货 所以你知道他其实是把 你在消费你儿子的婚姻 你在消费你以前的儿媳妇 你把人家讲到那么不开 你还不是只讲他 你把他一家都讲进去 搞了吧你只为了钱 乱讲啊 比如说讲他们吸毒啊 或说他之前就跟那个光头 这个女人也太可怕了吧 光头搞在一起 反正他现在 我觉得他也是 那我觉得台湾的婆婆太好了 没错 你看了就觉得 大爱是还要每天打电话 跟他请啊 婆婆你好啊 然后到婆婆还每天指 你给我吃肉 所以我觉得 那个整个关系 为什么大爱是会说 他身心受创 我觉得这个非常 我觉得他真的 如果你看了之后 他真的身心受创 不是你们俩为什么离婚的 搞不然离婚那边 也让他身心受创 对那当然啦 这个有人说这个汪小飞 他自己在外面 有一些这个绯闻之类 好 那事实上为什么 大爱是其实 他在2011年的时候 嫁给了汪小飞 我觉得当时的汪小飞 或许真的 他们身家还不错 为什么 事实上这个张燃 他从2000年 创了这个翘江南的时候 其实在他身家最高 是2008年的时候 张燃那时候 还入选这个胡润排行榜 他当时还是胡润排行榜 中国餐饮界第三人 他当时的身价是 25亿人民币 25亿人民币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京东 他一年的这个销售额 才十几亿 所以他25亿很高 是当时中国前几亿 所以当时的这个 汪小飞是精神失措 一点也不会意外 就后来 我觉得张燃也是很爱赌 他就是赌性坚强 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为了要扩充据点的时候 他跟人家打一个赌 说2012年上市 我一定要让这个公司上市 没有上市的时候 我买回你的股份 就后来赌输了 赌输了之后 后来被捧他就买回股份 整个撬价了 他2015年的开始之后 他整个身价就被冻结了 所以没钱了 就被冻结 冻结当时的时候 当时那时候 所以现在 所以张燃台 现在还不搞成这个样子 他们在直播带货 他就是创的第二 他就麻六计 所以现在开始 一直在直播带货 他什么时候都在直播带货 甚至就 人家就说什么 当时的时候 这个大S生小孩的时候 第二胎的时候 他还在那边直播 然后他直播在那边讲 就一点都没有关系 因为当时就 汪小飞已经写述说 他已经这个危急 他也没有管这件事 那他第一个时间 打尿给汪小飞说什么 他没有问大S 他说是难的吧 所以他其实 很多中国民众也觉得说 这个你张燃你也做了 有点太夸张了 那尤其最近一段时间 他都是这样 他2015年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被查扣了 这个整个身家 身家就被冻结 所以我觉得其实呢 就汪小飞来说 他也很难 很难去做什么事 因为这几年呢 他们整个家 整个家族在中国的形象 并不是太好 那他妈妈还有被他质疑说 你根本不是中国啦 你外国籍啊 所以那他们其实在整个 在中国做生意 或在台湾做生意 其实都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为什么会后悔 很简单嘛 如果你 如果你的口袋很深 我相信你也不会这样讲 但是就是因为 你现在口袋有点紧了嘛 你那些 当初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承诺 那可能就 我口袋紧的时候 当初就想要翻盘嘛 就把那些 你过去的不爽 都把他讲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讲的重点就是 因为他现在的身家 可能真的不如 当年的京城四少 这样一个程度 好 玉柏 他们现在住在 我现在知道 他们是住在信义区 这个地方很贵吗 而且当然想说 他们的房子 本来想要卖吗 对 其实他们当初 结婚的时候呢 大概拿了3.6亿出来 然后其中呢 王小肥自称呢 大概他拿2亿 那其他的部分 都是用银行的贷款 所以他之前都要拿 每个月都要付106万元 然后买在哪里 在台北信义的这个顶楼豪宅 然后呢 他是两户喔 两户打通的 所以里面有230几瓶全壮 那室内大概还有100多瓶 那个时候呢 他们两个要婚变之前呢 就有这个仲介 就告诉大家说 哎 我出来 顶楼有 大家要不要去看 我就说 大家要去看 问题是大家怎么去看 但是我们实力比较不过嘛 有比较有实力的人就有去 你知道他们家里面 比如说我们有些女主人 她想要做瑜伽 然后想要做一些运动 她不是要到社区去里面吗 对 瑜伽室 瑜伽室 然后呢 大S他们家的瑜伽室 就在家里 所以呢 因为他们家是非常的大 所以这次才会觉得说 我们水电费那么贵 因为其实他们家里面的 一些状况 一些设备是非常多的 可是那时候 因为他们不是买 一个月 9万多块是吧 对 一个月 一起9万多 所以一起是两个月 所以一个月大概4、5万 等于说他们全部的家电 可能是24小时全部全开的 而且呢 这个地方虽然是在 信义区里面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开窗 他比较全乐交换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还是 信义路五段 还是车水马龙 因此呢 全乐交换的话 这个电费当然是非常的贵 可是 那个时候他们开了一个天价 他买3.6亿 开了5亿 所以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的时候 大家还这样说 他们是不是 实力还是很强 所以可能台北信义 究竟是年龄比较大 物龄比较大了 那时候刚好 很流行大陆的富豪 去买隔壁的这个左白 所以以为人说 他是要换到更好的房子 对 但其实不是 原来是为了离婚 但那时候为什么离婚 要卖房子呢 其实我们自己 房地产业界觉得说 会不会是 王小飞的实力不够了 他当初可能觉得说 我拿这个钱出来 可是我现在如果离婚之后 我还要去付这个房贷 106万 每个月106万 106万 那个压力很大 等于日子过没几天 106万要来了 但是这房子在谁的名下 在大S的名下 所以我觉得大S 那时候也是有情有义 应该是想说 如果我们可以卖一个 不错的价钱 那就卖掉了 那你的部分 可能我退给你就退了 但那时候没有卖掉 但是王小飞 因为实力不够 所以可能一直想要 把这个钱拿回来 玉佛 是 刚刚讲 我觉得台南太妙了 台南开了88枪 在任何地方都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可是现在88枪 就抓到一个人 交保2万 交保6万 就没事了 对 好 那现在大家出来 他说这个子弹 我也第一次听到 这个子弹叫什么 PAK 这个子弹很厉害吗 最近台湾犯案的枪案的子弹 都是这种子弹 对 大家在想说 我们为什么台湾好像到处都有枪 感觉上只有我们没有枪 甚至网友就说 你假如 是不是拿身份证去 里长那边就可以领枪 好 你要想嘛 长枪一把大概是100万 短枪大概是25万左右 就算你有枪 你要有子弹 那时候台南这个事情 他开了88枪 但是岁月静好 大家都觉得说 像放冰炮 后面也都没事情 但是这些枪弹怎么来的 好 子弹有留下来 有一些弹头 这时候就想说 原来现在有一种叫PAK的这些子弹 他那时候进口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合法进口的 因为他是空包弹 什么意思 他没有前面的这个弹头 他没有前面的弹头的话 就变成说 你在打这个敌火的时候 其实拍戏常用 砰 有一些比较 8加9也是买这种 就有声音而已 然后警方到现场发现 没有弹头 对啊 其实监司姐看到了这个敌火 但是没有弹头 可是呢 你知道这个子弹有多便宜吗 一般的90手枪 90手枪的一发子弹 大概要1000块 一发就要1000块 所以你开枪 你就想嘛 如果你在算上台南88枪 哇 那个就是几十万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现在这一发子弹交多少钱 60块 比一个鸡腿便当还要便宜 但是你进口之后呢 他一次都要进10万发 等于说保洁跟路 你今天有个朋友 你要进一笔 最少一次起跳就10万发 但你想你只会只进10万发吗 一定不止嘛 所以现在不只是台湾 所以这种可以进 对 你说我进来可以加工 可以装上弹头 这个非常的简单 你要做一个改造手枪 你要换那个糖管 你要去挖那个线 但是呢这个其实 它这个东西都是金属的 它已经都是一体成型好的 等于说呢 你只要用车床 再弄一个这个弹头 这个弹头 其实对一般的这个 中南部的改造枪的工厂来讲 非常的简单 大概比做这个改造枪的难度 只有10分之 那你只要把这个 所以我们居然让这种东西可以进口 对 然后现在刚刚讲的 南投台南 现在这些枪案 都是用这种子弹打的 对 那那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南投 不是有这个 做这个牛章枝的工厂 发生的枪击案件吗 其实后来回头去查 就发现说 它虽然非常多的枪支 有长枪有短枪 但其实子弹都是这样 都是PAK的 PAK的这个子弹 已经太简单了 你可以合法的进口 进口之后呢 你交出去 甚至呢 它将有一条龙的服务 反正 你只是 它唯一的麻烦 就是你订单量要大 你10万发进来 然后呢 我10万发 把你弄好之后 再移交给你 这个时候呢 就发现说呢 这个有个断点 反正呢 你前面是做子弹的 我拿到之后 我怎么用 这两个就切开之后呢 其实现在就是 为什么台南这个地方 警方我不知道要不要查 但是现在来讲 应该是没有办法查下去 88发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对 88发 为什么可以不了了之 其实网路上非常多人 在网路的曝挂 就说为什么 他会没有办法查下去 因为其实他是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集团 感觉上有一栋光电大楼 这栋大楼里面 好像都是有权有势 那么之前 有跟这个枪击案 查到关系的 这个郭再卿 也住在这栋大楼里面 所以呢 会不会是因为 他们的实力 特别的坚强 因为特别的坚强 所以呢警方在查 警方不敢办吗 现在就想说 江湖传言嘛 你不用急 反正嘛 要嘛等他们大人讲完 要嘛就是等选完 选完之后呢 这个才会有机会 让这个案情水落石出 选钱不会动 选钱可能没有办法动 因为动的话会干吸到 这个选举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88厢 在我们台北 看起来是天大地大的事 在台南就是放了一串扁炮 欢迎去关关系的时刻 新竹的人口不多 过去在22个县市的 地方选举里面 他从来不是取国 注意的一个焦点 可是没有想到 这次一开始 是民进党狂轰烂打 要打高宏安 要把他打成一个破口 因为看起来 他觉得高宏安 最好打高宏安 可以变成一个破口 只要高宏安这个破口 一破的话 或者是高宏安一崩溃 崩溃的状况下 民进党的士气就会上来 你知道 整个 整个狩猎者 你要看到你的猎物 开始流血 你的猎物开始挣扎 你的猎物开始死亡的时候 你就旁边这些伪劣的人 他就产生一种 非常高亢的兴奋的感觉 现在绿营的知识就这样 他非常的高亢 想要撕药 可是你没有想到 高宏安到现在 还没有被咬死 还没有被咬死之后 旁边的援军 就一个一个出来 旁边的援军 一个出来以后 他发现 没有想到 新竹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 他的水竟然那么深 新竹这么小小的地方 他的地方人物的恩怨 竟然如此做终复杂 我们这样讲到的 新竹的议长 副议长现在都跳出来了 现在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叫做谢文静 谢文静是谁呢 他也是地方人物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 他在上一次的时候 2018年他居然也有参选市长 而且他参选市长的时候 他不是369等 不是阿毛狗 他拿下了20%的选票 代表他是实力人物 这个实力人物 现在竟然也坐在 高宏安的一个旁边 但妙的是什么 妙的在2015年 2015年这些人 跟柯建平关系是好的 交情是好的 这样的一张图 许修睿在这个地方 谢文静在这个地方 然后那干嘛 跟柯建平同时比赞 他们是好友的身份 是各级人的 可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 新竹好像出现了一个 诡异的气氛 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气氛 以后 谢文静跳出来 许修睿跳出来 那我们看到了 这张歌吧 我就知道跟谁 我就要跟你 林志杰来一个对决 甚至 谢文静直接讲 蔡英文宠爱林志杰 你花太多钱再留子孙 所以是时候 所以新竹这是一个连续剧 对 没错 2015年大家都是麻烦 对 大家都是港帝 大家都是港帝 可是到了2018年 大家开始针锋相对 开始战不对边 然后到了今天2020年 生死对决了 宝杰简单的来说 这次新竹的正副议长 都出来听他 还有幕后一个前议长 叫谢文静 前议长 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叫新问政联盟的成员 他们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是 在新竹地方势力是一个 有话罪会跟党的团体 保险简单的来说啦 在过去一段时间 民进党还没有拿下新竹市的时候 是他们跟柯建民还有林志杰 一起拿下了新竹市 就拿下新竹市之后 后来到2016年开始的 大家利益摆不平之后 2018年谢文静就出来参选市长 跟柯建民跟林志杰翻脸 翻脸之后选举输了 选举输了之后 四年之后 他们决定再战一次 所以这次我就讲 许修瑞 于邦彦还有谢文静 他们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团体叫 新民意问政联盟 你看谢文静在这边 许修瑞在这边 于邦彦在这边 他们在2015年之前 他们其实 2018年之前 他们其实是一个团体的 所以这次 因为随着谢文静参选失败之后 这个团体就解散了 但是这次你们 许修瑞 于邦彦还有谢文静 他们三个现在都站在高红安后面 集结起来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次是他们过去的 现在给你算个 薪酬救恨的总结账 所以当然想说 奇怪为什么 就有一个平头的男子 在这个地方 原来他不是369的 不是阿猫狗 是一个实力人物 那我也懂得说 为什么 他们会决裂这么厉害 原来这个恩怨 从2018年对决之后 就会好也不会完蛋了 我们就看嘛 这次不是只有 许修瑞跟于邦彦 你看在整个高红安队 会场那个地方座谈里 你看前议长在这个地方 赵氏晚会来说的话 谢文静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知道谢文静 2018年的时候 他已经跟他们翻脸之后 出来参选当时的新竹市场 在上一届的时候 其实有三个候选的 一个是国民党的这个许名才 另外是民进党的林志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谢文静 撒卡都的 上次就是撒卡都的局面 撒卡都你看他谢文静 选前最后一晚有些话 我们想讲 蔡英文宠爱林志坚 当时就已经把这个所谓 这一次你看 这一次许修瑞他们的所有的质疑 他其实当时就已经讲过一次了 所以你看他包括那些什么 大车站然后乱花这些东西 全部都讲了 轻轨300亿 大车站50亿 水工程35亿 城乡建设30亿 再次开始了 现在都又加码了 所以也就是说三次撒卡都 因为选票没有集中 他们已经吃过一次亏 没办法拉下林志坚 好我们看三次选票是这个样子 你看第一名来说的话当然是林志坚 林志坚他当时拿了49.5的这个选票 那国民党的时候 当时的许修瑞拿了27.8 诶 这谢文静不是普通人物 他也拿了20% 所以如果你说他们两个 谢文静拿了20% 对 所以他们两个整合 如果上次能够整合 未必不能够扳倒林志坚嘛 所以有上一次之痛的时候 所以许修瑞和余芳燕 当然这次知道啦 如果还是这样的局面 那又被你滚我旁边说 那不是一样吗 所以双方已经对决了 双方对决已经毁不了头了 双方已经是敌人了 只有杀到底了 对 那我就说嘛 过去大家都是同志 我没有想到新竹这么好玩 大家都是同志的时候 大家可以互相的这个 互相的这个一起打天下 但是要分江三平的时候 双方就翻脸 你看这是什么 2010年的时候 当时新民意问证联盟 跟民进党的支持之下 他们支持民进党跟他们支持 所以谢文静就当过这个议长 所以谢文静曾经在 民进党的支持之下 当新竹市的议长 所以他们过去是跟民进党互相合作 那当然当时在新竹市执政的是国民党 所以两个合作是很正常的 你看2012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谢文静是站在 参文总统的那边 好 紧接下来2014年 林志坚第一次参选的时候 谢文静是来帮他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 当时的时候 当时因为有撒卡都的局面 敌人跟朋友 撒卡都后来他是些微的 赢过了国民党 所以他才会觉得说 我们既然已经打江 一起打下江山 照理说你要跟我分江山啊 结果没想到他就说 从2016年开始的时候 林志坚就开始不一样了 因为当时的这个 这个小英已经当选总统嘛 给了非常多林志坚的地方的资源 所以林志坚就开始欺负市议员 所以说2014年当选还没有问题 对 是2016蔡英文当选之后 对 我有了中央的加持之后 对 我完全就不把这些市议员 看在眼里了 对 因为就是说 或许他在前两年的时候 还需要这个新民意联盟的这个支持 但是两年之后 蔡英文当选总统了 中央资源大幅的冠 他就完全这样 他说他对于很多帮过忙的 民进党的这个相关的议员 有他要欺负他 甚至还有他点名一个 过去民进党的议员 这过去民进党的议员叫郑正中 他说其实呢 他原本是可以自己参选一起 但是林志坚硬是要推两个自己人 两个推自己人 在东区有五席参选 结果我们最后只有两席当选 让整个原本的这个 这个原本的议员落选 所以他就说 林志坚你在新竹 就是这样子一直这样做嘛 所以搞到最后来说 我就讲这是过去的合作伙伴 互相的翻脸之后 现在的对决 所以他们为什么 你会觉得他们的仇恨值 其实还蛮高 就是原因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许修睿跟余邦燕 昨天在接受一个访问 接受访问 余邦燕是非常明火迟障的 我就支持高昂安 许修睿当然有点爱妹妹 爱妹妹以后 可是他昨天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讲的怎么样 他说 蓝燕的人被老柯利用 他说我再三制止也没有 代表 林哥人是不是暗子 你被他利用 你被老柯利用 我已经告诉你 不要这样干 还有更重要的是 你要团结所有在野党 下架民进党 要下架民进党的市民 你不要上当重计 他说 这种一桃杀三四的策略跟谋略 台湾只有老柯想 刚刚讲的 老婆看 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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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很重要 许修睿跟老柯 是常年的好朋友 所以他一定了解老柯 所以老柯玩阴谋把戏 他都懂 阴谋把戏 告诉我 我去告诉林哥人 你不要上当 林哥人还是上当了 我跟你说 许修睿跟这个余邦 至少他们从2010年 就开始跟民进党在合作 那当时的 在新竹市话数也跟 他就是柯建民 所以他们当然很了解 所以 因为后来资源分配的 或是种种的 他们双方翻脸之后 你可以看到 照理说 余邦彦跟这个许修睿 他们去讲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针对候选人 对不对 但他们其实完全都没有针对候选人 他们就是在柯建民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慢慢的看你就懂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就是地方势力 过去我们一起打下江山 打下江山之后 你把我排挤掉了 后来他们两个又 加入了国民党 国民党想要透过国民党力量 来击击你 所以这一次我才讲 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 关键的时刻要跳出来 因为他们再也没办法接受 如果 我就讲 事实上在过去的 这个通常你会对付的同志 然后背叛的同志会最狠毒 所以就说他们一定 所以为什么他们就说 过去他们会那么多窝囊 但许修睿就说 我是最囊的 最被苛刻的一个议长 你想也知道 你当初你们的大佬 谢文定出来 二零一八年出来跟我林志轩选 你觉得林志轩选会对的吗 不会放过他们 当然不会放过 所以两三万的这个费用 我都不给你 所以就知道 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是我过去的薪酬 就会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妙 这个完全是小说的情节 新竹这一局从来没有这么激烈过 民进党背后就是老柯在操盘 他说他一直要求林根人不要中计 当蓝人的公主 结果你偏偏变成了绿营的侧义 靠着蓝打白 拉高了蓝白仇恨值 老柯只要利用绿营的媒体 政论来助攻 不用助讲动员 就有机会渔翁得利 这是一个审时审利的谋略 这都是老柯的阴调啦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事实上的 利用新竹市拉高所谓蓝白仇恨值 蓝白各自归队的时候 会影响基隆 台北市 桃源 还有宜兰的选群啦 所以他就说 一开始来说 他就说不要中计 结果你没想到 他用国民党人不要中计 丹蓝营共主 边边还是变成了绿营的侧义 所以搞到最后来说的话 你看他们其实针对的都是老柯嘛 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嘛 所以很标准的 我们如果把这些 完全爬出清楚之后 你才知道说 原来这张图已经告诉我们 所有一切的这个 过去的这个状况 他们其实都是 新民意问证联盟的成员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合作过 在2016年的时候 我还支持蔡英文 但是因为之后的利益分不平的时候 你这样打压我们 你就要自己人 你就要这个给自己人好处的时候 把我们排挤掉 我们当然要做最后一个反抗 不是 民进党现在很简单吧 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然后我就开始民股而攻之 我等于知道 我只要够大盘 我把地方压死了 你们就不是我对手 而且刚刚讲到 不只是说在新竹市见为之助 你在新竹市很简单 你就在这里照 你不是挺绿的 你都要分配 登天海南 你放到了整个台湾 又何尝不是呢 对 没错 你看这个议长就指控说 这个是蓝绿之分嘛 敌我之分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不是只有这个新竹市 可能有这样的质疑 这是2017年当时的 前瞻预算出炉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大饼 2017年当时的时候 执政县市来说 绿的就是所谓的 这个绿军的执政 那你可以看到 蓝的 蓝的是非常少的嘛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他们分配的资源 就非常少 所以告诉你就是说 专辈最多的高雄 对 桃园 对 台南 对 屏东 对 花莲还不错 台中当时 台中当时好像也是 民进党执政 林家隆 其他 难怪柯P说 我第一次觉得 我不是民进党的 咖啡人的时候 就是什么时候 我前瞻根本分不到 对 因为前瞻 那当时的时候 民进党执政的 现实度分到特别多 甚至是新竹嘛 我们讲到新竹 只有45万人 他分到快要300亿 所以就跟你讲嘛 就是过去的一些薪酬 就累积到这边 所以这一次才会 在地方上 才会厮杀的这么厉害 好 所以 董事长 我想到地方 新竹的地方恩怨 如此错综复杂 刚刚讲 2015年 大家还是body body 大家还是german 大家还是german 还是一同合照比赞 比赞了以后 刚刚讲到2016年 2016年 他们还支持蔡英文 结果 不到两年的时间 大家就翻脸拔刀相向了 这我跟你讲 当时的前瞻计划 叫做前瞻基础建设 新兴轨道建设清费 好 因为它这个 新兴铁轨建设清费 里面有个条件 就中央出多少钱以外 地方要有个配合款 对 你地方出的是八千八百亿 发到地方上去的话 地方是不是相对的总额 也是将近要有 八千八百亿 八千八百亿 那你怎么可能呢 在新竹市也好 或是台北市最有钱的 他也没有这个钱出来 所以这个造成一个非常不平 后来要变怎么搞 你知道吧 把这个八千八百亿的预算 变成中央补助地方预算 你就不要出这个配合款了 就变成 怎么给怎么给 怎么给怎么给 变成一个车站五十亿 就变成一百亿嘛 钱太多了嘛 钱太多了 而且你刚才提到的是 从2017年前瞻计划出来以后 它这个敌我之分 就更明显了 对 它本来没有前瞻计划 它本来是由一个很清新的政治 来推动台湾的一个 往一个更上层的一个计划 结果在林前手上挫败 挫败之后 它就开始用肉桶政治 钱单计划出来 钱单一出来之后很简单 那就是换寡 不怕换寡 不怕换不军 对 后来这怎么办呢 那当然民进党优先 对不对 优先分走了嘛 这你就看 几乎都是绿营县市拿去了 当然是这样子 那时候 哪会柯P这么生气 柯P不是生气 柯P本来他也很认分 因为给柯P也没用 柯P在台北四八年 最大的这个功劳是什么 就是省了五百亿 省了几百亿嘛 就是没有建设嘛 那你没有建设 省钱的柯P要拿钱干什么 干脆就不给你 对吧 可是在其他地方 不是这个样子 他就到处乱撒钱 造成了彼此因为 分配这个财务 对 就是我刚刚讲的 分赃不均的情况 更激烈 就冲突就更强烈 而且我跟你讲的 谢明镜在2018年的时候 他在选举的时候 就丢了这样的一个文宣 这个文宣里面 我刚刚讲的 这个文宣里面特别提到 蔡英文宠爱林世坚 前瞻计划输送至少415亿 胡乱规划 胡乱花钱 这个东西真的让他们受不了吗 不是受不了 大家如果分不到就受不了 分到就受得了 就是蔡英文给 所以他们都讲出问题的要害 所以我一直讲一个 新竹的老大是谁 老大是林志坚 不是柯建民吗 柯建民不是 柯建民是马仔的 拜托 柯建民 不 谁 这个很简单嘛 谁分钱 谁就是老大 那这新竹的钱谁分 我跟蔡英文要来的钱 我做了工程 林志坚分 我A到了营造厂的钱 我A到了这个 包括那个什么 捐款 对不对 donation 对不对 拿着我来分嘛 我分完给你柯建民 怎么会被柯建民当老大 当分钱的是老大 他因为他现在倒霉 被取消两个学习 他不敢当老大 所以柯建民变老大了 没有变老大 柯建民变成打手 柯建民变成元老派 打手出来抄这个盘 柯建民为什么抄那么激烈 就是因为后面你看到没有 几百亿还没有结案 还有再建工程 对哦 搞一半的 车站还没有 总图还没有 搞了一半的什么 钱都给你了 对啊 那什么什么 那这时候 这就变成 便宜别人了吗 现在变成这个 这个高宏安拿了吗 不是 好好的一盘菜 炒好了 端好了 炒好准备担出去 现在变成高宏安负责担出去了 对啊 那柯建民怎么 孰可忍孰不可忍啊 这不是光是在争权 争权的问题 还有夺利的问题 争权是小 夺利是大 是 你刚才讲的 这个世界是一盘棋 你不要把它个别看 刚才讲的 今天新竹 许修睿有讲 新竹不是单新竹 新竹这个破口一破 破口破了以后 它会影响到桃源 影响到哪里 它会影响到了台北 它会影响到基隆 甚至会影响到宜兰 它是整串的 民进党就是希望 破口到哪去 我可以炸弹开花 我可以这个杠杉开花 可是 现在这个扩散里面 也有一个受影响的 苗栗 你说苗栗也是何都 现在苗栗也出现这种 微妙的氛围了 老杰哥因为这次新竹 可以说是空前 但我想绝对是绝后 四年前大家都在看高雄 谁看新竹 那八年前 十二年前 没有人看新竹 四十几万人而已 可是今年新竹真的是全台之众 为什么 因为新竹往北是桃源 桃源民进党不能输啊 新竹往南是苗栗 他走好想赢啊 我好想赢苗栗 所以呢 今天新竹这一块 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跟民众党 跟排射力量 他已经有个默契就是 只有五个字叫做下架民进党 对不对 朱立伦都这样讲啊 所以下架民进党不是新竹 对 现在是所有的民进 国民党的共识了 下架民进党是新竹 是苗栗 是桃源 是台北 是所有国民党没有资争的地方 党主席被大家问说 那你这个副议长跑去了 要不要把他开除党庭 要不要开党庭 我们尊重这个地方党部 尊重考忌讳 下架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 结果地方党部 根本没有报这个 就是副议长没有处理啊 议长许兄睿讲个好没有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我跟党主席 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下架民进党 他应该不会开除我吧 对 所以呢 你跟新竹这么明显 都没动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跟大家讲 他新竹的这个做法 会往北到桃源 苗栗很简单 跟着党主席直接对干 就是中东井 那很简单嘛 那个朱立军讲说 中东井他过去的前科 我不能提名他啊 我这个是 不是不能接受中东井吗 不能接受中东井嘛 所以提了个谢福洪嘛 然后民进党呢 是讲说我们也想赢 从来没有在苗栗赢过 所以派出了徐定真 那我先跟大家讲哦 徐定真第一个 他是台派 真的是独派 而且他是小英总统的好朋友 在小英一开始出来 2008年的时候 没有人给小英送卵 就是他去 所以小英亲自去苗栗 提了他好几次 所以民进党里面 大家会支持他 没有问题 但是两个问题来 第一个 徐定真的年轻选票 在几次的表现中 可能跑光了 第一个都跑去了 这个苗栗的联合大学 人家问他问题 保洁哥这个还是用QR Code 去扫的哦 所以谁问我不知道哦 现场有人扫了QR Code 提问 民进党是不是很多网军 讲说不要再骂了 高端什么不好吗 中共同仁等等 他去呛学生 所以呢年轻人的好感度 打了一个差 第二个 他的证件发表会的时候 他又再讲 劝不听 他说呢 厨房没有人就不要乱钻 朝廷没有人的不要当官 所以呢 我才是直通天听的 小英总统我找得到 别人找不到啦 凭什么算 我就我就算了 不是 那你不是坐实了 蔡英文总统 是看颜色来分配地方补助款吗 你不是看颜色来给补助吗 你不是这样说 蔡英文就不是全民总统了 徐定真讲完这句话 只让他吓一跳而已 真正眼镜掉下来 下巴掉下来 还是后面那句 他说呢 如果大家都要骂民进党 那我就问 没有民进党还有今天这个选举吗 还有今天这个辩论会吗 还有今天说明会吗 意思是说没有没收选举算不错了啦 黄恩好当啦 对 就是这四个字 黄恩好当啦 我路上面摔一整排啊 谢主荣恩啊 哇好 谢谢民进党 没有把选举没收啊 我好怕 所以这两个就是受伤了 所以徐定真其实基本上呢 不是 这是他的心里话 不是 因为徐定真他是一个很直的人 我有访问他啦 他的意思就是说 民进党有什么不好对不对 那为什么大家不要支持民进党呢 我就挺小英 我就挺民进党 我就要对抗中国道路 可是呢 他这些谈话 我们刚刚就是论事讲 年轻人听人不喜欢嘛 怎么会讲 怎么会讲说 我没有没收选举 你都应该要感谢呢 这怎么会是年轻人想听的呢 但偏偏 他原本是要打年轻选票的 他原本认为 全台湾民进党最强 最能强的年轻选票就是他 对 因为他女儿叫做徐李维 徐李维呢 是在IG上面有 我都有订阅哦 徐李维长得好漂亮 然后大家都好喜欢徐李维 你知道吗 这次蔡总统 他的民进党的年轻人的广告 他没有强打 拍了以后 发现林契航不想投 就没有强打 广告的女主角就是他 蔡总统亲自找了徐李维来讲说 请大家回来投票 所以呢 徐定真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儿 年轻的女儿 二十几岁而已 他照理讲 可以帮他拉得很多 但是他没有拉到 所以呢 就是说民进党现在目前在这个 苗栗先是有麻烦的 那我刚刚讲回来 新竹既然国民党 已经是下单民进党 那在苗栗 有谢福宏跟前议长 一样是议长 跟民进党的状况真的很像 选举的时候是五党籍 选完了加入国民党 我现在要选了以后 我就退党没关系 我中东井就是有实力 所以呢 中东井现在 在这个苗栗选举的时候 有徐耀昌 宝贞你看到画面 现在像徐耀昌自身站在旁边 然后呢 你今天党主席 既然都已经在新竹喊出 下架民进党是最高准则了 我中东井在苗栗 这也是最高准则吗 下架民进党 你会不会留下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他不是新竹的事 已经从新竹扩散出去了 对 所以那个绝对挡不住了 以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党中对于这样子 直接靠过去帮 这个就是高宏安的 林庚仁的旁边的这些 他都没有处理了 那在苗栗 本来想要去支持中东井 他怕被党技术 看完直接搭路 整车跟着走 整车走了 所以呢 其实他会影响整个选情 可是结果是 对民进党是不利的 因为就会变成实质 从苗栗到新竹 到桃园到台北 实质的蓝白和 那实质蓝白和 就不管你有没有提名 大家会选一个 能够赢过民进党的人 所以呢 下架民进党变成是 这个高宏安 柯文哲跟朱立伦 共同会讲的语言 变成了今天 选举最后几天的一个 蓝绿的 不是蓝绿 蓝白的一个共识 好那另外就是 大家为什么不爽 今天他们讲 绿座我要搞 北北基讨 共通1200块的交通月票 可是以前 北市跟新北也要推啊 北市要新北推的时候 你就说你没钱 你不要这个支持 结果现在 你又搞这个 又是绿能你不能 绿能你不能呢 其实基本上 大家会知道说 过去民进党 他很多东西 他是觉得考虑过后 专业评估不要的 那我负责跟大家讲 虽然开记者位是张善政 可是提出这个想法 提出公文的 不是1200哦 是1280块 是侯友宜 侯友宜新北市政府 有直接发文去 1280 对他要求1280 要整个来 整个串联起来 可是他发到公文以后 当时交通部是驳回的 当时的交通部部长呢 是林家龙 当然林家龙 他也不是说 不愿意去帮忙新北 他认为说 这整个成本太高了 因为真的 保洁哥 光是这个 你看四个候选人 北北基讨 民进党 蔡世英 林家龙 陈时中 跟这个郑运棚 他们推出 要四个这个县市 串联起来 台铁 捷运 公车 加国道 还有U-bike那么好 1200 比现在目前 光是台北跟新北 1280 还少80 范围更大 但价格更便宜 怎么可能 你说 我今天如果在北北基讨 我搭台铁 搭捷运 搭公车 搭国道 搭U-bike 我只要一个交通 1200块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你本来 1200要坐飞机去欧洲 就像我要升等 头等畅 因为我知道付1100 怎么可能 那一定有人补钱 所以中央要补30几亿 那过去中央说不行了 现在因为 为了选情的关心 现在不但说可以了 中央的补助还说直接到 孙昌昌院长说 我来出力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原来就是刚刚所讲的 朝中没人不要当官 蔡总统跟整个行政团队 为了选举 很多钱都敢花 国民党想执政 执政以后就没有这个补助 可是民进党执政的话 就通通都有 宇雪 我看到这一次 突然大家来喊 下架民营党 下架民营党是喊送 还是说现在 真的有开始动起来了呢 所以我们讲到 包括连这个前议长谢文进 都已经加入这个行列 那谢文进我们要先了解 他的来头 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过去曾经是这个 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所以 是白色恐怖受害者 对所以他跟民进党 理论上应该是很轻的嘛 那我们要回顾到 大家其实在地方上 都细称他是作文的嘛 作文是什么 意思是说有碰兄弟 有混兄弟 类似这样的概念嘛 所以过去 他的前议长是谁 是郑成光 那郑成光原本跟他是 两个人是相当好 不过后来之后就是因为 被谢文进给弄掉了 让谢文进自己当上议长了 所以才反目成熟 但当初谁帮谢文进 当上议长的 正是民进党嘛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他就是跟民进党 谈好要换这个议长大位 包括国民党里面 都戳屏了之后 他是民进党支持当议长的 对所以他才会以 无党籍的身份 把郑成光给弄掉 最后当上议长 那2018年又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民进党 没有要再礼让了嘛 民进党现在要自己推人了 所以谢文进当然气不过啊 气不过就说好 那我就来跟你火车对撞 所以那时候跑出来谢文进 刚好国民党有谁 林郑哲说什么 说这个谢文进 8年以来一直对我们国民党 都很帮忙 所以我替他站台 所以在当时 国民党党内也出现了 像现在2022年 这样子的分裂危机 所以其实高宏安到林志坚 以及国民党现在候选人 其实是2018年 整个在复制重演一遍嘛 所以你刚才讲啊 2018年就是许了 谢文进 其实拿了20.31% 当时国民党许名才是27.87% 然后呢 刚刚讲林志坚是49.57% 如果这样看的话 谢文进的票也拿很多耶 没有错嘛 因为谢文进 当时其实林郑哲也喊出什么 说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打败民进党 我们要共同的敌人 是不是跟现在的口号 隔了四年 还是一模一样 可是因为当时产生分裂相当严重 郑成光就气不过嘛 你帮我议长当出夺手 你要我怎么挺得下去 可是现在状况不一样 现在换的是谁 高宏安嘛 高宏安跟大家都没有关系 大家都没有渊源 但是大家为了共同下降民进党 我们至少先把这个敌人给拉下来 之后大家要怎么瞧 我们重新再来谈嘛 难怪许修睿会讲得这么明白 还说 因为他们跟民进党吃过亏 他们跟民进党交手过 他们也知道民进党的丘龙 他也知道老哥的丘龙 所以他很敏感 千万不能再分化 不能再分为两边 你只要一分为两边 你就没有把他跟民进党斗 他难怪这次这么激动 对所以18年已经演给你看了 你分裂会产生什么状况 最后就是给人滚碗棒去 所以他现在这些 包括许修也好 副议长也好 到谢文静也好 郑成光也好 全部人都靠到高宏安身边 这等于是民进党的受害者联盟 大家大集结嘛 因为这四年已经受够了 他们决定在2022年 今年不能再犯过去 曾经犯过的错 即便我们再度恩恩约 大家先把共同目标 搭成了再说 好 另外就是 今天我看到 今天陈时中碰到了一个猪队友 因为我现在有点敏感 因为我是万华人 你知道吧 陈时中跟蔡英文总统 万华大街小巷都来了 那万华现在的氛围 跟过去也不一样了 我也感觉到陈时中 现在有那种稳步上升地步 可是没有想到 你今天碰到了一个薛瑞言 这个猪队友 你最不想碰到的疫苗 你最不想碰到的 这个所谓的浅客 你最不想碰到 所有的疫情问题 又被他给掀开了 老长官陈时中在前线打仗 薛瑞言讲说 我来 我现在当部长了 对不对 没有问题 我来给你提供军火 给你一堆手榴弹 但是陈时中意气到会 发现手榴弹叉 全部都拔开了 你要把我炸死啊 你怎么在选举 最后一个礼拜 讲这个事情 已经三天了 很惨 国民党跟民众党 完全没有想要 放过这个话题 连 高家瑜 民进党的高家瑜 他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当立委 我来问看看好了 米薛瑞言跟大家讲说 有钱客 陈时中省有 把他挡下来 那这个都很好啊 对不对 可以帮陈时中加分嘛 可是既然这些钱客 他又要定金 可能又不到货 然后又想要骗我们政府的钱 而且东西可能还不听好 那这些人 有没有把他移送法办 我这些 他没有得逞 所以我们就没有 把他移送法办 等等 高家瑜他讲说 没有啊 你不是说他们来当钱客 来关说 然后被神用挡住吗 而且要定金都 数量都出来了 那你就表示说 他有动作啦 他已经游说了 甚至可能等于施压了 他找谁来讲的 他已经着手游说了啊 所以就是诈欺未遂啊 你可以把他送办啊 所以薛瑞言他没有办法接招 在立法院的国会殿堂 再讲一次 是 黄珊珊跟蒋万人逼问薛瑞言 跑这个陈时中的记者 去逼问陈时中 没打几年立法院 国民党 对不起 民进党的高家瑜都来问 可是高家瑜问的没毛病啊 真的啊 如果真的有这个状况的话 我们不是应该把那个钱客 揪出来吗 你不要误伤宗教团体跟工商团体嘛 那现在钱客没有说出来 结果呢 工商团体跟宗教团体 都气陈时中气得要死 所以陈时中呢 他也没有办法 对于这个事情做回应 他说你去问薛瑞言 可是薛瑞言讲说 是当时党疫苗的人是谁 党疫苗的人 党那个钱客人是谁 就是我嘛 就是陈时中啊 所以就没有办法回答了 王必胜今天突然 因为问完薛瑞言不讲 那我就问王必胜嘛 因为王必胜下午要开记者会 王必胜也回答自私乌乌 他先讲说 我们是不会去公开这些钱客的 我也接过电话 但是后来我搞不太清楚 他是不是钱客 那既然你接了电话 你说是钱客 你如果觉得他是钱客 你就接到钱客电话 如果你觉得他不是钱客 这个电话 你不能讲说我接到钱客电话 所以这又讲不清楚了 那第二个就是 那你要不要追究他 他说跑到国外去 我没办法 第三个就是 那你到底要不要告他 他说我们 我们也不会去告那些 想要帮忙的人 听到这边以后 如果我在新厂当记者 我采访他 我不知道怎么写了 不是 你不是说这些人 是要徒励自己吗 你这些人不是要发国难财吗 怎么现在这些人 又变成要帮忙你的人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到底是钱客 还是不是钱客 他到底是想要来A钱 还是想要帮忙 钱员跟后宇对不上 所以钱客这一体呢 其实原本是想要帮陈时中 但是反而让陈时中 在这个议题上面 没有办法得分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 最后几天在选举了 居然他的这两个 过去的好兄弟 帮他惹了大麻烦 所以你就真的把他害惨了吗 对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我先跟观众朋友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话题被重启 你真的害惨陈时中了 陈时中最不想谈的就是 买疫苗的过程 再加上钱客 因为大家都不高兴 他不喜欢谈两个 一个叫高端 一个叫做疫苗的购买 你怎么跟哪壶不开提哪壶 然后你在最后几天 把这个记忆给弄出来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害惨陈时中 这两天陈时中 在台北市扫街 最后几天了 保陈哥我告诉你 如果我是陈时中 我真的会跟他一样 不断的在看手表 我看手表 陈时中在上面跟陈建仁 副总统 你们看到 这是什么东西 防弹剥离 我先等等 为什么台北市的市长候选人 他在 防弹剥离 为什么会有防弹剥离 保陈哥为什么会有 怕丢东西 不是 是因为 不是怕丢东西 是啊也有这个效果 因为陈建仁 陈建仁他是卸任副总统 还有国安理育 所以其他的市长 扫街没有 好那第一个 可是你注意看保陈哥你看 他在扫街过程当中 到处有人在批 我以为说这个是记者故意去弄他 找到了一整天一个 没有 到处都是 你看这里也有人 按喇叭比倒战 他那个旁边 我没拍到就在黑车 那个黑车的驾驶 把窗户摇下来 就不出来就 然后 你说如果你是陈时中 你一边扫街 这样一个小时两小时 是不是越少越没信心 陈时中平平地把他的手 拿起来去看手表 他一直在看他的手表 他一直在看手表 旁边就陈建仁 代表什么 你知道阿扁以前 我爬阿扁的时候 他越少越疯狂 地上鞭炮来 越来越嗨 可是陈时中表示 他如坐伸张 看手表 大家都在搞他呛吓 有这个阿姨牵狗了 在呛吓 有没有 然后有个路边人在呛吓 最重要的吧 杰哥 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凶重 你今天说 如果国民党支持者 呛我就算了 连老冬家的朋友 你看 这宫店的大哥 你干嘛 你中午出来休息 你吃槟榔 你怎么在那边 比一个倒战 有没有 直接像陈时中 所以陈时现在目前 太被选期 因为疫苗议题又重启的关系 连扫街都被比到战 好 所以董事长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不怕省一般的对手 就怕猪一般的队友 现在薛热 真的变成他的猪队友了 我觉得他 很好意地想要帮陈时中忙 那你看陈时中这次选举 平常现在也是 整个荒腔走板 看起来一塌糊涂 但是这个 就是说薛热永 这个人本身 他是一个好心 好心的结果 我觉得他不理解这个事情 他对这个 最重要的是 他一个概念上的 一个重大错误 陈时中为什么会按倒战 就是因为他在疫情方面的表现 让大家失望很多 那结果在薛热永的口中 所叙述成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英雄人物 是个英雄人物 对不对 他是可以挡 他可以去 他可以挡人踩路 挡谁踩路啊 挡这些犯罪的人 挡这些坏人 挡这些要来贪图国家 钱财 陷害人民 健康人的财 这些坏人 他挡人踩路 党人财路不是什么犯罪未遂 党人财路就是犯罪啊 是喔 你挡我财路 就是我在搞一个钱 你把我钱搬走了嘛 是有在搞钱的 你要搞钱 不然是什么叫党人财路 党人财路是什么意思 是说我在批一批你骂你两句 不是这样子吗 那他在开始在擦脂抹粉 没有实际行为 要有需要有什么动作 那都是你在说的 党人财路就是动作 党人财路不叫动作 对 然后他会伤害很多人吗 会有仇恨值吗 都他讲的嘛 不得了解 我觉得王毕正在讲 我不会告我一场帮助我们的人 他到底是要 他到底是要发国难财 还是要帮你呢 是 那个都是 所以这是钱 这是流头不对马嘴啦 但是我讲的概念问题 回到核心点上就是说 他们对陈时中想帮忙的方法 跟对陈时中的理解都不够 这才是核心问题 然后把一个狗熊变成英雄 麻烦大了 走 现在什么富士康的郑州场 不是中国权力支持吗 不是说你的七层公务员 甚至你有一些退休的这些 等于说已经下岗的这群人 你倒去服务 就没有想到现在 整个富士康现在传出的消息闹院 越来越大了 工人喊杀 烧大门 甚至把灭火器都拿出来了 没错 事实上今天最新的消息 是富士康的这个郑州场 又发生了这个 疑似发生暴动的这个状况 你看其实越来越多 画面流出来 就是有这个相关的人士 他们跟这个 这个富士康的人员 或是跟政府的人员 在那边互相理论 因为为什么 因为传言说 是因为双方的这个 合约没有谈好 这个给付条件 没有谈好 对双方就发生个冲突 这个员工就有集体起来 疑似是跟这些人员 在起冲突的这个状况 对 那你看冲突到什么程度呢 保险你知道 连这个大枪 带着这个枪的这个大白 疑似大白要进来 因为我们知道 当地还是有疫情的 对 那疫情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在暴动 这个大白也很怕会受伤 所以他们带着枪就进来了 大白带枪 对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暴动之中 他们或许情绪又会失控 所以现在 现在已经这样的局面 那现在还有什么 很多工人在喊 撒撒 就是 第一个 你被困在里面工作已经非常不爽 就没想到你又因为一些合同 这奖金挤出一些条件 谈不拢的时候 他们现在整个集结起来 就在那边跟这个相关的官方人员 军警人员在那边互相 这个现在 对 没错 那他推挤啊 推挤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当然就有些人就开始 比较激动了 真的喊打喊杀热 对 真的 那有些人比较激动起来之后 你知道他们就开始在那边烧大门 你看 开始有一些 有些互 这个所谓失控的局面 甚至就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大白 已经打起来 已经在前线 你看他们跟大白 你看这个这个画面 你看跟大白 在那边互相拍打 打起来的一个状况 这现在发生在富士康厂房里面的这个事情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还有的人丢了灭火系出来 要灭相关 因为有人在那边纵火啦 那甚至你要这个驱逐相关的 就这样 那甚至还发生什么 推警车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所以说你看他们局有那些相关的人 你就在那边推 你看集结起来那边推警车一个状况 甚至跟大白就完全打起来 还有非常多人受伤的这个状况 现在整个富士康的厂房 是非常非常混乱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会那么混乱呢 这也太严重了吧 原本是说 必须要工作多60天 才能够拿到第一起的人民币3000块的这个全金奖 它改成到3月15号必须要再支 也就是你要给我做到明年3月15号啦 那原本因为是一个月一个月 一个月一个月拿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而且第二起的3000元的话 要到明年5月才能够拿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原本是进来想要 第一个很多人进来是要赚短期的 不是要临时工而已 临时工 而且当时的这个郑州市 郑州或是河南省政府 要求你当地的人来进来 也都是短期工 就没想到 你要我到明年多 才能够发放这个薪水 那你怎么样 你是抠克我的薪水吗 所以这些人就干脆 就一不做都不休 就跟你在那边闹 刚才讲的 这些很多是退伍军人 这些很多是基层的公园 这个很凶的 虽然他们就不爽 你贤成我欺负别人 没有别人欺负我 虽然就很不爽 就这样子闹了 你看闹到现在全 全中国大家 全世界都知道了 那这个苹果 当然也非常紧张 就事实上 今天的时候 富士康有发声明 他说这是 他们员工没有跟 没有跟员工沟通好 这是他们也承认相关的 可能还有在改善的这个状况 不过这件事情 能不能很快落幕呢 因为如果真的 还没有很快落幕 我相信了 当地河南省政府 或是郑州市本 也很紧张 因为你看 你现在发生暴动 那原本的希望说 你的生产 原本希望说能够加强生产 结果没想到 又没有办法生产 这个当然会对 未来的苹果供应店 会造成一个更大一个 压力的一个情形 因为你之前讲过 现在苹果供应店 苹果很不爽 就是现在Christmas到到 Christmas到了以后 倒是讲我是销售旺季 对 结果我的货跟不上来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都非常紧张 因为根据明年的这个GDP的 这个状况来说 很多分析师都调降 你看这是在宏浩 他说中国未来 十年的经济成员 能平均达到百分之二 就是很乐观 你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吗 你以前是保八 现在变保二 你可以看到 现在今年的最新的消息 我们台湾的这个 八方云集那些 都不要在中国大陆做 八方回就要回来了 所以你就说了 内需产业 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 包括说像张兰 他们为什么会搞到 从过去 增加25亿 变得到今年这样 因为中国整个内需 在垮台的这个状况 所以内需已经起不来 GDP想 富士刚刚那件事情 没有好好解决 这个工厂也要搬走 所以整体中国 现在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那甚至你知道 现在就有很多人 开始出来摆摊犯 那摆摊犯的时候 GDP想要摆摊犯 因为他们其实 某些程度来说 有些 现在中国就出现 一国多治 有些地方政府 是鼓励你摆摊犯 有些是在那边取缔 这个摊犯就说 我要出来摆摊犯 GDP想要被警察 开发单 GDP哭啊 不要这样子 那甚至在最近中国 有境内来说的话 有部分银行发生 这个挤兑的这个现象 有挤兑 对 甚至还有部分的 所以画面就是挤兑的外面 对 像这个农业银行来说的话 他ATM还出现一个 暂停符 所以你看中国现在 越来越多的经济者 出现一个 不太好的这个端倪 从这次富士康你看 好好的富士康 在过去怎么会爆发这样的事件 因为你清零 再加上说 你可能工资没有谈好 那这些人呢 也要 大过年 他也不想 他也要拿一个薪资回去 否则我没有过年 我没办法活下去 不是 我只想打短期工 你帮我当厂工 所以大家事实上 这些问题来说 都彰显了中国经济 真的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好 那会在 刚才讲的 今天今天刚才也讲 现在中国 我们这边有80万的台商吗 现在80万的台商 会变成它的人质了吗 对 现在我们杂志 有做出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导 那什么报导呢 说他们访问了525名的台商 其中有高达33.2%的受访者 认为他们考虑要撤出中国 然后有25.7%的是已经撤出中国 所以代表着 还有用一个受访者的背影 然后那个受访者说 我们这80万的台商 在中国现在可能都会变成人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现在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下去 台商很难 就逃过这一破被共同富裕情况之下 他们就说有几种方式要弄成共同富裕 什么方式呢 要不然就查你的税 要不然就说公私合营 我这个中国共产党 我们政府要来参加你这家公司 要不然就交由要求你直接捐款 不管哪一种方式 其实再再都凸显出说 中国台商在中国的好日子 已经是结束了 所以台商要被查税 台商要被公私合营 台商要被要求捐款 对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台商迟早要被开刀 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又会问到 那你下一个问题是 你要怎么跑 你要怎么跑才能跑得了 他们现在还有会计师出面出来讲 讲什么 他说以前大家都说 跑要赶快撤离中国有几种方法 一种就是你整个工厂直接卖掉 但你直接卖掉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你可能要缴交相关的一个所得税 你过往没有什么税 对啊烫巴啪啪又被扒了四五成批 所以你可能整个相关所有的税率高达50% 等于是中国政府就算要你跑 也要你留下买入财 没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现在台商又有点丢堵 那这样感觉上好像有点麻烦 还是我就用卖股权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整家公司全部都打包 用卖股权的方式去卖给你中国 卖给你中国的企业 但是这样听起来确实是 也许是你的一个相关的税收 可能会缴的比较少 但麻烦是什么 夜长梦多啊 没有想象的那么快啊 你说卖 他说好啊我现在买你股权了 搞不好要付给你的钱 又用一些迷目 苛刻住 让你出不去让你跑不了 所以其实这些很多的风险 都还是潜藏在里面的 最好说以前我们的客户 如果我要出现我的财产 我还可以慢慢的 现在是赶快出极单了 赶快出极单 因为就怕说如果再不跑 就来不及了 所以呢到最后 可能最后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说好吧 那我现在就是以拖待变 我好歹这个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我买了这个土地还值钱了吧 我就开始卖卖卖卖卖卖 可能希望最后可以靠这个卖土地 可以筹到一个好价钱 还有点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风险 什么风险呢 台商因为过往二三十年 都在中国发展 所以搞得自己在中国的投资比例 实在太大 所以现在如果说这个最重要 这一个金鸡母在中国 真的被中国给收归国有的话 这台商可能真的会面临到破产 甚至会受到营运重创的影响度 他还列出了几个 包括今年前三季 这些中国的台商 他们的在中国转投资 上面的价值 占尽资产比重最高的二十家台商 看你会觉得很可怕 包括造纸厂 融成 融成他在中国转投资的一个净值 竟然是高达他整个母公司净值的 179.11%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整个最肥的那一块 其实在中国 如果没了在中国之外 他可能其实光是靠台湾 他是亏损的 再来还包括长鑫 然后连统一石也在民中 还有另外一家公司 大家看的比较害怕的 鸿海 鸿海他在估出来 他的前三季中国转投资账面价值 占他整个净值里面 竟然高达111.53% 换句话说 如果你富士康在中国 今天有一天被中国政府要求 我公司合营 我中国政府要入主你富士康 那请问鸿海整的经营权该怎么办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台波 就是我们三三会的理事长 就是林伯峰 现在被人家发现说 我的天哪 他自己在中国 台波在中国的一个相关净资产比重 也是超过100% 而且事实上台波 你知道更可怕一件事情是 他下面有一家子公司 叫石莲化工 石莲化工的一个相关的资产 是高达273亿元 他前三季是赚12.34亿 那你知道台波是认了这家子公司 他今年的前三季才转亏为盈 如果连这家子公司最赚钱基金母 哪一天也被中国收归国有之后 台波整家公司的淫欲令人堪忧 所以董事长 金周刊这一期写说 有80万的台资 真的会变成人质吗 而且按照这样 不已经压在那边那么重了 跑不了了吗 我觉得金周刊写这个稍微夸张的一点 我讲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富士康的郑州厂 富士康的郑州厂 这个厂如果说他要逐渐的退出大陆 我这样讲 要去哪里 印度 印度 印度可以 他现在做产品不合 印度是做几代 印度是做他的iPhone是哪一代产品 所以所有的iPhone全部给富士康做 对不对 主要的高阶 主要高阶的 不让我的都给他 换言之讲他每一个厂区 他每一个全球布局里面 都有固定的他的生产线 生产线能够随便改的吗 不能吧 当然不行啊 你的训练 你的相关技术所有条件都固定了 所以我据我了解 富士康光是他的这些未来 要在十年内 十年内 要把厂人签出中国 要花十年时间签的话 最多签出三分之一 十年只能签三分之一 十年签三分之一 他签不出去 因为这个整个跟苹果的需求也有关系 我这个不是随便乱讲的 我是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 所以你就知道说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郑州出事情的时候 荷兰市政府怎么对这个郑州厂 你看到郑州市政府怎么多么的害怕 对 军方也来救 这边也来救 换言之讲 这里面分好多 三六九等不等 一大堆的 那有的是要 我们大部分的台商在大陆 如果说是做外销行业的话 这次我来讲的话 其实不定要甩大中国大陆 因为很简单 应该说我的 对 对不对 你说富士康他来中国共产党入股 给他入50%好了 那他的产能跟他的品质 他能把握吗 不能 他的管理阶段能控制吗 富士康的管理 代工管理 他那个毛三道士是全球唯一的 但你换个家 换家公司做不出来 苹果不敢给别人做 所以你共产党接手以后 你认为他能够 能够满足苹果的品质要求吗 我们的手机还有苹果手机吗 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是共产党 不是万能的 市场里面的东西还是要尊重的 工程是有技术的 他后面很多官官卡卡的问题一大堆 富士康这个公司 如果被共产党化以后 他订单就跑掉了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很复杂 所以我觉得今天金周刊写的 但美国不是想吗 我现在想要把你这些台商逼出中国吗 苹果逼出中国吗 台商啊 台商怎么逼出中国 我们就讲苹果好了嘛 苹果有没有可能逼出中国嘛 我刚刚讲了嘛 它的厂要花十年时间 三分之一 才能移出三分之一嘛 那怎么逼出中国 你分两个层次 一个叫做消费性电子产品 一个叫做高阶电子产品 什么那什么飞弹用的啦 它卫星用的啦 我们谈到了很多高阶的嘛 3奈米以下的东西啦 那28奈米的东西呢 28奈米的你要 所以这里面就是 consuming消费品 消费产品的生产基地 未来全球 还是以中国为主要基地 本来二军拿了 这个聂伯河后面我被截断了 所以我要退出聂伯河以东 那我用聂伯河来做这个防线 结果现在 乌克兰居然要透过这个 金本沙嘴这个地方 我要整个打进来了 对金本沙嘴其实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非常一个 原始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它没有办法 让二军的坦克进去 因为那地方其实都还是 西湖跟雨林 所以然后现在 俄罗斯这边 它没有办法用坦克进去的情况之下 乌克兰竟然掌握了这里 掌握这里有什么好处 其实它可以直接沿河而上 沿河而上的话 它就可以打到俄罗斯它的后面 感觉就像是你俄罗斯后面 被插了一把剑 你看哦 他们可以沿河而上 原本在过去的时候呢 这就是乌克兰的军队 对乌克兰的军队 是没有办法上去的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办法拿到金本沙嘴的时候呢 在那个地方 你会被乌克兰 会被俄罗斯的炮火攻击 但是你刚控制的这个港口之后呢 你就可以长驱直入 长驱直入就像是一把剑一样 可以从这个背后 把这个俄罗斯给杀了进去 所以他们已经过了聂伯河了 对 已经过了聂伯河 那杀上去之后呢 他就可以把过去的 就是他们的控制中心 像这个地方 你从控制中心来看 其实他们上去之后呢 就可以来这边进行破坏 进行破坏以后 他们就可以俘虏 俄罗斯里面的一些 比较高阶的军事人员 所以乌南已经受到攻击了 对 已经没有办法再来 靠了这个 一般的河流来保护它了 所以呢在过去 我们讲说其实 在这个聂伯河 他都有一个三公里长的一个河宽 但是过去呢 其实有这个跨海大桥 但是现在呢 他们都故意 把这个跨海大桥给炸掉 为什么呢 他们怕你过来 所以我们干脆就把它给弄掉 但是过去呢 其实有这个跨海大桥 但是现在呢 他们都故意把这个跨海大桥给炸掉 为什么呢 他们怕你过来 所以我们干脆就把它给弄掉 但是你看 为什么乌克兰可以这么厉害 其实CNN它有一个 很独家的一个影片 这些人呢 是不同的国籍 不同的国籍 他们就是主动到那个地方去 就像是他们的一个佣兵团 他们可以很靠近俄罗斯的这个基地 然后可以去窃听 窃听完之后 然后确定你的兵力 比较薄弱的时候 主动去打击 甚至可以拿到他的文件 这文件里面有 他俄罗斯的一些部署 甚至呢 他可以把这些装备给偷走 等于说是趁你病要你命 如果呢你这个 五件上面你的部署 是比较少的时候呢 他可以进行 把你的东西给拿走 拿走之后呢 比如说还有 还有一些刺针飞弹 他们经过一些统计 知道说有一些飞机过去 用吃热飞弹 直接把你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他们就赶快跑 等于说呢 我就打就跑 就这样慢慢的就把贺州 给拿了回来